注意看,男人开车遇到插酒驾,交警让他接受检查,男人亮明身份,说自己也是分局的警察,家里办丧事呢,赶着去灵堂,所以就喝了一杯,希望能通融一下,交警也表示理解,打算放他走,但一转头发现,警察的挡风玻璃上有裂痕,很明显有问题,立马让警察下车,接受检查,警察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因为他的车上有一具尸体, 如果被发现,肯定会坐监狱的,那么他该怎么办呢,下面让脖子讲讲 警察名叫成哥,就在几分钟前,成哥接到母亲突然离世的消息,在回家路上借酒消愁,碰巧同事打来电话,国际刑警在他所管辖的片区抓捕毒犯,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贩毒,但背地里也收了不少好处 成哥刚挂断电话,就看到面前有一只拦路狗,只能猛打方向盘躲避,然而在他回头的片刻,竟然又撞到了路人,成哥吓得酒都醒了 连忙下车查看,但那人已经当场身亡,这下完蛋了,就在他准备报警的时候,女儿突然打来电话,成哥这才反应过来 要是自己撞人被抓,妻子和女儿可怎么办,于是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把尸体拉走 偏偏在这时,遇到夜晚巡逻的警车,成哥急忙把尸体放到垃圾堆,用垃圾盖住,开车挡住尸体,关掉车灯,后面警车已经开来了 但尸体的脚还露在外面,警车越靠越近,成哥都紧张得不敢呼吸了,死死盯着后视镜,心里想了一百个理由 幸好警车没察觉到一样,掉头离开了,成哥不敢松懈,急忙把尸体装进后备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行驶了一段就遇到交警查酒驾,而他的挡风玻璃有裂痕被交警发现了 就在这时交警队长来了,成哥下车表明身份,报出自己的警号,队长转头去核实身份 但另外两人趁其不备就要检查后备箱,成哥连忙冲上前阻拦,不要碰我车 随即与两人扭打在一起,与此同时队长也确认了成哥的身份,赶紧上去拉架 成哥仗着自己颈弦高,对他们一顿训斥,然后驾车离开了 成哥来到灵堂,想起后备箱的尸体还没处理,盖棺钉钉的时候,看到墙上的通风口 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他拆下外面的通风口,把女儿的玩具扔进去 用一根很长的线一头连接玩具,另一头连接尸体 随后贿赂值班的保安,让他在停尸房多陪陪母亲 等保安走后,成哥用气球挡住监控,踩上棺材把通风口打开 用遥控器让玩具往前,把绳子带过来 成哥用鞋带把棺材的钉子挨个拉起来 但玩具的声音引起了保安的注意 保安走来发现门反锁了,于是回去拿钥匙 此时的成哥正在用力拉尸体,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 总算把尸体拉下来了,他将尸体放在母亲的棺材里 盖上棺材盖,通风管道安回去 一点不敢放松,用鞋把钉子重新钉回去 收拾好一切,穿上鞋总算大功告成了 然而意外又来了,尸体的手机响了 成哥吓坏了,此时外面的保安正在靠近 这下糟糕了,成哥只能请求母亲显明 保安已经来到门外,铃声还是响个不停 成哥趴在棺材上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分钟几百个假动作 保安开门的瞬间,铃声戛然而止 成哥趴在棺材上假装睡着了 等离开房间后腿都软了 第二天母亲下葬 成哥害怕铃声再次响起 跪在墓前撕心裂肺地哭着 就连旁边的葬礼主持人都忍不住说 真是个孝子啊 尸体解决了 但挡风玻璃还没处理 成哥故意撞上围停的警车 来了一招先生夺人 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把车停在路边啊 看着比自己职位高的警察 两个小交警也只能低头道歉 这下挡风玻璃能顺理成章地换掉 来到警局 成哥接到任务 要协助国际刑警抓获毒贩 然而嫌疑人竟然是成哥当晚撞死的路人 成哥心里五味杂陈 要是当时上报 现在他就是警长了 成哥跟随队伍一抓捕毒贩 所有人都严阵以待 只有他心不在焉 结局自然是人去楼空 现场成哥看到了当晚的那条木鸡正狗 跟随狗狗推开门一看 这就是当晚出事的那条路 路上还有轮胎急杀的痕迹 就在这时一辆警车开来 警员表示接到报案 报案人说看到凶手在这里撞人 把尸体塞进后背箱逃了 成哥顿时慌了 而这里赫然还有一个摄像头 晚上成哥借着给大家买宵夜 顺便来看看进展 好在摄像头只拍到一个模糊的车影 看不清具体车牌号 但第二天的一通电话 吓了成哥一身冷汗 对方表示他看到成哥撞人逃逸 成哥立马把电话挂断 但那人又拨通了成哥手机 成哥拒不承认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那人说出了当晚的全部事情经过 让成哥把尸体交出来 成哥听到电话声音 那人就在附近 一路追下楼 目光锁定了公共电话亭的白衣男 看到他坐车离开 成哥骑着机车追出去 一路上风驰电车 但那人好像猫捉老鼠一样 怕成哥追不上 还会故意停下来等他 掏出摆手绢戏耍他 就这么一路追踪 那人把成哥引到了警局 在警局门口对着成哥暴露出手 警长赶来才把两人拉开 成哥这才得知男人是基督高层阿明 其他人都以为是误会 只有成哥慌的一批 还得在同事面前强装淡定 各怀心思的两人一同来到厕所 阿明说如果有人知道你撞死了通缉犯 又窝藏了尸体 会怎么样呢 你把尸体交给我 我们之间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成哥还是一口咬定 我什么都不知道 阿明也不废话 走上前掐住他的屁股 你不信我能让你鸡飞蛋打 成哥也不示弱 我最讨厌别人摸我屁股 还摸那么久 两人大打出手 但成哥根本不是阿明的对手 一脚就被踹到隔间 阿明把成哥的手臂用马桶盖死死压住 拿起水管勒住成哥的脖子 喷头塞到嘴里 不停往里灌水 成哥喉咙被堵住只能求饶 阿明让成哥准备好尸体 大摇大摆地走了 成哥只好趁着夜色把毒贩尸体挖出来 拿走他的手机 检查尸体的时候发现两个枪伤 怀疑毒贩被撞之前就已经死了 他给手机冲上电 拨通死前的最后一个电话 从电话中听出毒贩的死和阿明有很大关系 于是让同事查出电话定位 找到了他 成哥把那人调在天台 从他口中得知 阿明利用毒贩的情报 扫荡了所有的毒品 但背地里联合酒吧老板把毒品回收 通过酒吧卖出去 阿明为了毒吞毒品 把酒吧老板杀害 没想到毒贩躲过追杀 偷走了毒品仓库钥匙 所以阿明才要把尸体拿回来 成哥悄悄来到毒贩家 找到一个有洞的卡 不料同事突然出现 原来他早就察觉到成哥不对劲 帮他把交警罚单藏起来了 成哥也不再隐瞒 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 同事给了成哥一笔钱 让他带着妻儿赶紧离开 自己会帮他处理 就在这时阿明打来电话 成哥按照指示往前走了20步 下一秒 车里的同事就这么遇害了 成哥没想到阿明竟然这么丧心病狂 怒吼着你不要躲着 有种你就出来 此时的阿明已经来到成哥家 听到电话里女儿的声音 成哥请求他不要动自己的家人 阿明警告他 赶紧把尸体准备好 不然我很乐意在你们家做客 成哥开着车立马赶回家 但阿明已经走了 他把钱给了妻子 让他带着女儿赶紧出国度假 安顿好妻子 成哥来警局领了6个空包弹和6个实弹 还有一个炸弹 次日他按照指示开车到河边 把尸体搬到阿明车上 为了谨慎起见 阿明拿走成哥的手枪 又用金属探测仪对着尸体扫描 确认要是藏在尸体屁股里 这才放成哥离开 成哥刚走几步就被叫住 你的枪忘拿了 没想到枪里是空包弹 成哥怒了 你要杀我吗 走上前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 你来呀有种打死我 明天警队就会收到你杀警的证据 甚至把枪口放到嘴里 阿明这才放手 成哥刚转身就按下了炸弹引爆器 不料阿明突然到车 成哥看着手表计算时间 阿明握住他的手 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合作一把 还邀请成哥去前面的面馆吃一碗 成哥可没心思吃面 赶紧招呼阿明离开 汽车就在这时突然爆炸 掉进了水里 成哥举起手枪对准汽车 直到看到汽车完全淹没到水里 河面上再也没了动静 才放心开车离开 回到家收拾好背包就要和亲女会合 不料一开门看到阿明在门口 他竟然还没有死 阿明在水下潜水六分钟才躲过一劫 两人扭打在一起 成哥自然不是阿明的对手 只能被动挨打 很快就被压在书柜下面 成哥看到不远处的手枪 伸手去拿 就快要拿到了 却被阿明拖出来 成哥一脚踹过去 躲到了书房 用柜子挡住门 跑步机也压过去 阿明没有放弃 匕首捅烂房门 成哥找准机会 掰射阿明的手 把他的手绑在跑步机上面 成哥翻出窗外 想跳下去 但这是二十层 于是决定跳到旁边 当他好不容易翻进阳台 却和阿明四目相对 他已经挣脱了束缚 两人再次扭打在一起 但光凭蛮力 成哥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于是转身爬去 拿柜子底下的手枪 此时阿明也看到手枪 两人一前一后往里爬 争抢着拿枪 手枪卡在螺丝上 只听一声枪响 客厅的玻璃碎裂 地面渗出大量鲜血 这场对决已经决出赢家了 审讯室里 成哥交代了阿明的犯罪事实 但隐瞒了罪嫁逃逸的事情 警局局长担心事情太大 于是把这件事压下来 事后成哥主动请辞 和妻女外出度假 就在这时女儿捡来假体眼球 这正是毒贩身上的 成哥掰开一看 里面是一个圆形芯片 想起之前那个带孔的卡片 恐怕这就是仓库钥匙 成哥按照地址找过去 打开房门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房间内堆满了现金 看来自己的拿的包还是小了 成哥激动的手舞足蹈 下半辈子都不愁了 本篇叫破局 本期问题 如果你有这么多钱 你想怎么花呢 把单发到评论区 如果伯乐有这么多钱 肯定会经常给大家发粉丝福利 让大家也有钱花 本篇呢 改编自韩国电影 走到尽头 两个电影都很精彩 从成哥的视角 映出阿明毒贩的事情 故事连接也非常的紧凑 尤其前面 成哥藏尸体那段 真是太紧张刺激了 本篇好看 推荐去款原片 好了 本期能做到这了 记得给收入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